王家衛的电影我喜欢一半讨厌一半 王家衛的电影《重庆森林》我是非常喜欢的 《东邪吸毒》我可能一半喜欢 我比较喜欢他拍的那些镜头反而是人物 就是他要是不拍人物的时候 我看《东邪吸毒》这部电影 假如说王家衛不拍人物的话 单纯的拍这种场景啊风景啊 我看得很舒服 但是一旦他拍人物总觉得 浪费了这些镜头 王家衛有时候有些怪癖啊 也不好那个什么 二零一级啊 二零一六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忘了叫了一大堆的 一大堆的明星过来 实际上没拍好 二零四六 还是早期的这个《重庆森林》比较好看 而且他还拍过一部好像是《堕落天使》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的成就还挺高的 因为王家衛少数的标志性的电影是比较好的 王家衛继承的 因为很奇怪的 在香港的土壤会冒出王家衛这种电影是比较奇怪的 因为香港不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一个城市 本来是不应该出现类似于就是王家衛的这样的导演 出现了之后呢我就特别好奇啊 几乎每年王家衛的电影我都会去看一遍知道吧 不管是什么电影 不管是他再烂的电影 我都会拿来 就重新再看一遍 王家衛对 对镜头语言的理解 对于戏事的理解 对于后现代的理解 都是超乎一 他是比较有个现代性的一个导演 就是假如说同时代的人来讲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讲 多数导演他会屈服于商业 会有各种各样的束缚 但是很奇怪的 王家衛却在一个很商业的城市 拍出了一个几乎不受束缚的一种 创造一种新的类型 这种电影类型是在我们中国传统里面没有的 中国人拍电影就是多少 有那种中国文化的那种气息 感受 顾其风 在怎么拍电影 你可以看到他里面所有的人物的塑造 所有的这种情感 都是很中国人的情感 不管他拍的在怎么神奇 拍的整个黑社会的片子 在怎么情节 在怎么离奇 但是都是我们中国人可以理解的这种感情 基于中国文化的感情 还有张艺谋 还有陈凯歌 即使是江文 这些人都没法表达出那种西方式的人际关系 就是既疏离 然后呢 因为我们现代是一个很疏离的时代 人跟人的关系 都是大家 比如说住在一个同一个楼房里面 平常呢 偶尔也就是打个招呼 但实际上 即使大家在一栋楼里面住了七八十年 可以甚至都不用往来 最多打个招呼 就是传统的这个电影 不管怎么样 总是希望人跟人发生强烈的联系 不管是杜琪峰的黑社会电影呢 还是说 还是说那个张艺谋的这个活者呀 就讲的呀 都是人和人 怎么样在命运之中彼此加深这个关系 这是一个完全东方化的感情 反而是王家卫的所有电影 你看完了 比如说我们看重庆森林 一个女生莫名其妙的爱上一个男生 然后莫名其妙的偷配了一把钥匙 天天去给男生收拾屋子 然后呢 一个男生为了这个分手的女朋友 天天在街上狂跑 但是这份感情呢 再怎么努力呢 他也不会回来 王家卫的电影 他承认了西方性的这种人际关系 疏离的人际关系 成为了我们现代人生活的新常态 王家卫里面表达的这种真实的友情 爱情的方式 最终是无论你怎么努力 心灵之间是很难靠近的 人跟人之间很难再成为 命运共同体了 很难再新贴心的在一起 大家为共同的事业而努力了 王家卫所有电影的主题就是 大家玩完了 然后各自走散了 各自还依旧保持自我 各自还是独立的个体 各自只能成就自己 不管我们曾经之间爱过 还是恨过 还是怎么样子 这些感情呢 自然会在时间的过程中消解了 我们经历了这些感情之后 然后带着另外一个完整的自己的人格 继续地 继续地 坚持我们的人生之理 这是一个完全西方化的一个 一个自我成就的方式 他不在集体里面找认同 他只要自我认同了之后 他是随久死而无悔的 我们看那个阿辉正传里面 我们就会感觉到 这个人物呢 他一辈子瞎七八搞 搞来搞去的呢 他也没有着落 然后他最后呢 他死 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他就是一个孤独的灵魂 一个自由的灵魂 他不会停下脚步 他跟任何人都不会建立长久的关系 很多女人爱他 他也爱过很多女人 但是他对谁都漫不经心 他知道自己的人生最终是一个人 只能一个人去寻找自己的人生意义 他不会把希望寄托给另外一个人说 我们两个人一起努力吧 我们一起去找到人生的方向吧 这种感情呢 在王家卫的电影几乎是没有的